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烈到落冷气团南下东北风增强 所以在银峰密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从昨天晚上开始天气就变得比较阴沉沉的 而且有飘起毛毛细雨的这种情况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也转成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天气了 从明天开始干空气就会南下了 所以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那么从礼拜二开始风场转成偏东风之后 这个气温更会明显的往回升 从礼拜二过后气温就会大幅的回暖了 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 不过礼拜四到礼拜五可以看到南边会有一些水气 稍微的靠近台湾一点 所以在银峰密的东半部地区要注意了 礼拜四的下半天到礼拜五会有比较大雨时发生的机会 要无比要多加的注意了 明天仍然是吹着东北风 所以在银峰密的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呢 还是有一些银峰密的降雨 是属于这种毛毛细雨到小雨的这种等级 接下来风场转成偏东风之后 换成东半部地区要注意了 有机会出现雨室 礼拜四的下半天到礼拜五呢 还会有大片的水气逐渐的接近 这个时候东半部的雨室会更加的明显 会是这个星期呢 雨室最明显的一段时间 就是礼拜四的下半天到礼拜五 提醒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要多加注意这样子的天气变化 如果进一步的从降雨分布图来看 也可以看到 其实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西半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越往南走呢 气温呢会越加的温暖 同时呢也会越加的晴朗 礼拜二礼拜三 甚至连北部地区也会有阳光露脸 那么到礼拜四下半天 礼拜五呢刚刚提过了 会有一波南方水气接近哦 到时候东半部的雨室会明显的增大 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 好紧接着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北部地区呢 今天是冷嗖嗖的天气 预计明天也差不多哦 高温只有15度 低温也只有11度左右 从礼拜二开始呢 气温就会明显的回暖了 最温暖的时间点是从礼拜三 一直到礼拜四 礼拜五 北部地区的高温渴望回升到20度以上 甚至来到22度23度了 会是一段很舒适的时间点哦 大家务必要好好地把握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呢 这一次是早晚冷哦 中午暖的这种日夜温差大的天气状况 中午的高温呢 都还是可以来到20度以上 不过清晨跟晚上说的 辐射冷却的影响呢 低温会只有12度到13度 中南部空旷地区呢 像是云嘉南空旷地区 更有机会出现哦 在清晨的时候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的 所以提醒大家 最近的温差真的是非常的大 在预嘱的部分 要多加的注意 以洋葱式的穿轴发为主 会比较适合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在东北风迎风便的大台北地区 东半部地区哦 会有一些飘着毛毛细雨的机会 虽然说雨时都不大 降雨的时间也都不是非常的长 还是建议您攜带雨具出门会比较保险 那么其他地方呢 西半部地区都是好天气 明天呢也也是一样哦 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呢 跟东北部地区云量还是偏多 不过呢在台北跟新北的降雨呢 就会明显的趋缓下来 转成多云到多云雪阴的天气状况哦 那么宜兰花莲台东 还是有降雨的机会 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 东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也是一样要记得攜带雨具 至于在桃圆以南一直的高雄屏东 都有阳光露脸哦 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大家早晚晚处于下期的加强保暖了 最后为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明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呢 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还是冷嗖嗖的天气 一定要记得注意保暖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日夜温差大 空旷地区呢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哦 其实也有机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的 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也是要多加留意温差的变化 衣桌的部分 洋葱式的穿着法 一层一层的穿脱会比较适合 那么礼拜二开始呢 大幅回暖哦 连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也渴望放晴 大家就不妨好好把握 礼拜二礼拜三 一直到礼拜四白天的好天气 多多的出去晒晒太阳 增加抵抗力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